我想我日我夜我令到你們散 哈哈哈哈 不是 就是不要加武事後 不是 各位 在成長的道路上 我們總會經歷跌跌跌跌的痛楚 一段半逆期 時間我們踏入成熟期 究竟我們會遇到什麼難關呢?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絕對不少一個人生教練 我們很開心 隔了三年之後 可以再次請到 姚教授 噢 噢 噢 你看姚教授 這三年有沒有什麼修痕呢? 哈哈哈哈 是自我珍惜了 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是三個年代的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只差了四年 哈哈哈哈 為什麼三個年代? 哈哈 我們想著我們今天聊的題目是有幾個的 嗯 友情 愛情 家庭 還有最重要的是自己 我們主要就是圍繞這四個題目 討論一下我們不同年代的分別 我們現在首先討論的題目就是關於友情 你現在有幾多個好朋友? 其實越來越少 小時候可能有很多朋友 朋友要很多的 那有沒有是真心啊? 或者是有些是吃喝玩樂的朋友? 但是到年紀一路一路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會篩選哪些是真心的朋友 不要浪費時間了 你有事的在你身邊那些就真的在你身邊 要真心的朋友希望就可以跟你一路一路的延續下去 老了 去到身邊的 如果你會找到這些朋友在身邊的 我覺得是很幸福的事 可能到了媽媽這個年紀 可能身邊可能只有一兩個最close最close的朋友 其實所有關係都要維繫 當我們大過接觸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能本身有些朋友 我們可能就在某一個交叉的地方 然後當你時間真的只有這麼多 你是要放時間 放心思去維繫 會不會有些朋友 你是久不見 你是會有一種要重新認識過嗎? 那就不要找啊 不要浪費時間了 你有些朋友可能大家都忙 沒有聯絡 但是呢 你可能那一刻很掛念 你真的會發個訊息 或者直接打電話 你感覺到那種感覺 突然抓到很近 我感覺到他很開心 那你有沒有感覺到我打給你 我想回家的時候 我多近 我們有恐懼的 充滿恐懼的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有test了才回來呢? 是吹水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試過因為 慢慢日子來了 以前有些好post的朋友 突然間因為疏遠了而吵架 我要分享了 我早前才差點 跟最好的朋友絕了家 我問得很好 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因為很多誤會的 再加上呢 疫情 我們真的會小變了很多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繼續見 繼續說話 那就不會有這件事發生的 再加上他可能單方面 就是看到我instagram post的東西 他就覺得我生活 永遠都是這麼多之多才開心 就是會有很多誤會 然後可能他原來不開心 但是他有沒有說到 然後我又不知道 主要就是一直誤會 他說他累積到一個點是 發現他突然不追蹤我 他是你中學最好的朋友 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看到我在這裡已經笑了 然後就追蹤我了 然後我就 咦? 不對勁?什麼事情呢? 然後就跟他談 然後他可能也很生氣 然後他又沒有回覆我 然後我也生氣 所以大家就 我總是寫到想 到底我還是要追蹤他呢? 還有很多內心的小劇場 最後我就頂不住了 我就衝了上家找他 前一天我有跟他聊天 那一晚因為我都不開心 又生氣又不開心 就有很多情緒 然後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很珍惜這個人 你就真的要踏出多一步 我拯救了你們的關係 然後我就去找他 然後我們就無事了 但是我覺得就算明明兩個都可以很friend 也有可能會因為一些誤會 他搞到一個關係會沒有了 如果一些你身邊你珍惜的人 一定要用心去維繫 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他的狀態是夾雜了很多情緒 而我本身是從小時候開始 已經認識他們兩個 知道他們很close 當他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是很愕然的 當時就是叫他 你很sincere地想一下自己的感覺 你對這個人到底是怎樣 你現在跟以前的處境很不同 如果你覺得其他事情是重要一點 你誠實地想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找他 但如果你真實的感覺是真的這樣的話 那你就不要違背他 你就去找他 某程度上 可不可以說是 其實不是為了責任 不是為了什麼 而是真的很自然 根據那個感覺 大家去維繫 這樣就打風就打不打不打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可能以前大家永遠都會專注在自己那裡 我覺得一些人在身邊 很自然就配合了 好像很多東西都不刻意 但是現在大了 我會知道 其實有時候你真的要去留意一下身邊的人 你要懂得主動關心他們 我跟他其中一個最大的誤會就是 我覺得如果他有需要的時候 我一定會在 那這個就是一個 代表我很疼他 但是原來不是 他是想要我 可能都會主動說很多自己的東西 你要留意身邊的人需要些什麼 然後都要付出 到下一節了 愛情的部分 媽媽我想問一下 你對於我跟姐姐或是小朋友 帶自己的另一半回家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以前會覺得你們是 玩一下玩一下 或者是小孩子 他戴到今時今日 又半夜期又好 到現在成長期都好 我都是整個餓著 事業緊要 衝了先 其實我覺得 可以是早點結婚 早點生孩子 但其實不要是 剛剛你一出來工作 可能一揹著這個責任的時候 就會沒有所有的目標 想做的事情 其實禮拜八就是 但是你當然 他都會在那裡提醒 如果我那時候 沒有辦法 你們就不要了 因為你而已 對 因為我 因為都 現在想起來都挺辛苦 因為他沒有經驗 剛剛出來工作 可能事業上還沒有穩定 但是又要承受這個責任 又要學他怎樣照顧兒子 怎樣去上班 其實他是很大的壓力 那我的壓力是 是看著小孩子 我是照顧兒子 沒有工作 當時 他的壓力就是 你那時21歲 我托著的時候 二十 三的時候 合法 那爸爸可能是二十幾歲 那時候他的一個心就是責任 他現在說回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 你們不要再走這條路 為什麼這麼多路不走 要走這條最辛苦呢 但是責任是一個 我們應該承傳 你們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任何事情都好 都是責任 那你就算有了 散 不要想其他 有什麼都不想的了 就是散 我在旁邊一路看他們拍拖 都有一路觀察著的 其實你們三個都好 拍拖多久 或者是帶回來的 Sorry 我都是一個觀察者 就是在旁邊 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你拍拖 一定要開心 過未拍拖之前 所以你不要說 我看了因為你拍拖 而整天愁眉苦臉 整天不開心 整天化脾氣 又沒什麼特別 就是要找一個 令自己開心 如果看到你們 整個性格改變了 我想我日我夜 令到你們散 哈哈哈哈 不要加武 不會說的 因為我也不會說 但是會散一些手段 媽媽散了好多 不會跟你說 不准是跟她在一起 不准補不准這件事 可能給她那碗湯 放多少鹽 對 你回家開加帳 DM我 你不要跟她在一起 你真的 沒有 你有沒有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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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對你很好 令到你很開心 然後我就會 有時候我都會 跟爸爸研究一下 咦?我女兒 上了 可能在那裡笑 很自然的 她會 你一拍拖之後 已經不用看了 對她好不好 但是你會看到她 自己一個可能 在家裡走來走去 自己在那裡笑 真的很開心 哈哈哈哈 即是你跟爸爸 夜晚臨睡前 在那裡說 開了紙色 你們會討論嗎 呃 有 有的 即是如果去到 你們經常笑 我們在那裡笑 不行了 已經不擔心了 你們現在 中不中有我們現在的 另一半 我看到你們是開心了 我說了幾 保留 保留啊 真的 我看到你們 又開心了 又覺得 隔離輔助到你們 我應該也很重要 我們呢 最重要是你 身邊的人 是一定是 看到要疼你們 那你這些 即是連旁的人 都感覺到你們 那種愛呢 那我覺得 我們已經是很關心了 嗯 我想聽大家的愛情觀 你這個年紀的愛情觀 什麼叫我這個年紀 但是四年了 哈哈哈哈 不停追你 你怎麼說 但是你二十年了 你都知道的 你都 認識分年齡的嘛 誰定認識分年齡啊 我的愛情觀 可能兩個人 就算一齊 多愛 多好 都好 其實有機會是會 噴開 我會從小到大 抱著一件事 就是我要真正自己 身邊 愛你那個 有你沒有你 我都會活得很好 你就算 處於一個 很安然 很幸福的 氛圍 裡面的愛情 都好 我都會有少少保留 就是 我要起碼 因為沒有了誰 而我會想 因為另一半 你怎麼知道他什麼時候不愛 沒有一個人是一定 永遠愛你 你這種的想法 其實同時間 對於對方也是好的 是啊 就是你有一個 這麼獨立的心態的時候 對方就不會感覺到 一個很大的壓力 是啊 如果是好像你的相反 你放下所有的東西 完全沒有自己 去愛一個人 看一個人的時候 對方可能是 真的會覺得很大壓力 是啊 我前幾年問過爸爸 什麼啊 我這樣你都可以 還跟我一層呢 以前的我 我經常拍脾氣啊 我問他 我就是說 哇我那時候這樣 你都不走啊 完全我自己也接受不到 就是如果我 另外一半是這樣 我都接受不到 那我才這樣問他而已 那我也很有責任 就是他會自己 他會說這句話 說這句話 那你也可以就 哦 就是他很有責任 就是他不會走 我穿拖在那裡 就承擔男人 我的愛情觀 就是我突然想起 我早前 我發了一個訊息給我男朋友 我跟他說 我突然忽發奇想想想到 找老公就好像找一個女人打仗 他在你旁邊 你選戰友 嗯 就是我跟他說找老公 就是找一個 假設你打仗 你會找誰做你戰友 這樣 未來遇到的事情 是有很多難關的 就是你要找一個人 是可以跟你一起去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我們找一個 是保持著 很心動啊 很有新鮮感啊 就是不是這種 而是有一個人 是可以跟我一起去解決問題 嗯 你可以跟Google拍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不過我明白 如果你有能力去幫你的子女給首期 他們又願意自己去供 的話 你會不會幫了三個子女給首期呢 哈哈哈哈 第一 他沒有錢幫了三個子女 哈哈哈哈 第二 子女都沒有錢供 沒錯 完了 問題完了 哈哈哈哈 我馬上想到的就是 我要公平 我要公平 我可能買到三層樓 所以三個都不會幫 對啦 三個都不會幫 這個出發是最好的 如果可以的話 一起投資 大家一起去供 我想我們會以一個家庭去做這件事 嗯 那就不會傷到大家的感情 嗯 我沒有一個規律 一定要爸爸媽媽買樓給首期 可能一個小朋友那些 都會有這個想法的 那這些我想過每一個家庭 但你玩大了三個 對啦 要教授的角度呢 就是以一個投資和公平的角度去安打這件事 對啦 你錢留回自己 照顧自己 不用你擔心我更好啦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哈哈 OK 我是一個完全是受保護長大的一個獸女 兩個歌 個個都疼我 那你由一個這樣長大的時候呢 其實是超級受保護 我只是可以形容自己 但其實當你去到我一路出來做事 反而會覺得我要嘗試一下 在工作上要闖一番事業 那我怎樣兼顧這個工作和家庭呢 姐姐那時候就因為這樣成長了 因為我們要離開香港 姐姐就要幫我看著兩個小孩 她會覺得你媽媽不在家 我就要看著兩個小孩 你確定是看著 哈哈哈哈 別妨礙我啊 做什麼傻學啊 那時候兩個小孩有人生巨大的陰影 就是這樣成就了另一個 我成就了媽媽啊 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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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深深的問題 你跟阿公阿婆的相處 我想問我多大都好 三十多都覺得我是一個小朋友 我想去廠的時候 阿婆生氣了我五天 阿婆是沒理會的 哪有可能離開家 扔掉所有的事 去做你自己的事 沒可能的 她跟阿婆相處很好笑 我想踢爆她 是嗎 我都幾大 十二歲 然後就在家 然後她買了一盆腐乳回來 我懷疑媽媽那些健康的追求 是來自阿婆的 媽媽那時候有一盆腐乳 珍藏了雪櫥 然後阿婆就發脾氣 做什麼有腐乳的 腐乳這麼不健康 然後媽媽就發脾和阿婆吵架 要爭奪這個腐乳 那時候有一個很高的喇叭櫃 上面有我最珍愛的 Paffle飛機 然後她為了腐乳 然後我吵架 推倒了喇叭櫃 真的嗎 我要吃腐乳啊 腐乳行不行啊 我要吃啊 她好像記得這件事 幾歲都會有悶逆 是啊 是啊 你收起來是龜豆豉 我都不會丟啊 可能人沒有 去到多少歲 都會有半逆的一面 好啊 好笑啊 既然大家說的腐乳 我也有些事想補充 可能大家會覺得 我們是一個很和諧的家庭 但我們都會有一些 家庭裏面的小糾紛 一些衝突 特別是如果 當情緒不好 那時候 好啊 不是啊 其實很無聊 但我想說 加上最近大家很繃緊 疫情 大家都會保持在家裡 很繃緊就很容易有衝突 是啊 特給我啊 我講一個例子 例如那一天 媽媽那天都很燥底 其實她燥不燥底 我就看得出 那天就燥底 剛好撞正 我那天心情都不不不不 然後那天吃飯 我那個熱叫 她新買的 有一塊豬扒 那我就很大塊 我老婆剪了 剪了 我就剪了 她媽媽大叫 她說 你大叫什麼 你不是這樣啊 你很誇張的 你是 那個熱叫我新買的 然後她很大聲 就是大叫 其實平時她的情緒 我就會 照顧她的情緒 我就會 不要緊 沒事了 沒有刮花 平時我是這樣 但那天我就是情緒不好 我就尖叫她 我就說 你這麼快要幹什麼 你幹什麼大叫 然後我就很悔氣 自己說真的沒有拜會給你 這樣 發生了這樣的事嗎 然後對面呢 小弟 跟Dennis 外了 你們真的罵 然後爸爸晚上 然後晚上 你呢 其實你嚇到家姐 哈哈 哈哈 你很空地回應她 不是 我真的大叫 她那個情緒有多高漲 我就有多高漲 哇 這麼精彩的時刻 竟然看到 但其實我以前不會的 但我最近多了一點點 可能我覺得大家都 Gunny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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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都比較繃緊的 那當然呢 關於意見我呢 我也有東西補充 哈哈哈哈 你一定有東西補充 OK 現在媽媽已經放寬回我 回家的限制了 其實每晚凌晨開門 我都有點害怕 真的呢 我家裡不會很害怕的 對 對 一推的時候 我是很害怕 好像要FBI 唱 拍唱 真的有一個陰影 其實我們一直的關係都很好 嗯 以前是 可能有很多的活動 我們經常會出去玩 嗯 很close 但可能近年 可能我自己都多出去做事 嗯 我有時會 自己有點悶 真的會很想念你們 我會覺得 唉 和你們少了一些 以前的一種活動 不知道怎麼說 嗯 你的變化是因為我不讓你回家 不是啦 我明白她說的 以前我們可能會說一些 特定 topic的東西 大家說 可能現在突然 她好像沒有興趣 她好像在做其他事情 好像我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這樣 對啊 但我有時鋪些什麼 你們都會有反應 其實你自己想不到 那現在可能大家各自 大過了 大家會有自己領域在做的事 嗯 那就少一些交集 但不代表我們不支持對方 對 我沒有覺得你們不支持 純粹就是 你在個台的時候 我扔掉公仔 我明白 我明白了 會想多了 自己大過的時候 我們經歷了去年的事 其實一家人都知道 大家的心是什麼 經歷過一個這麼難的關 之後呢 其實已經不要再多些無謂的事情 想了 如果你想 為什麼不理我 那就糟了 如果我會經常想著 哎 你們那個怪忙不理我 那你們就很大力了 可能我會覺得 媽媽不找你 可能你更好 其實這個好像在一個必經階段 就是當你自己 又比起小小的 大了 開始有自己的領域 的時候 怎樣一路去跟自己的家人 一路去 維持維持 所以我剛剛才問你 和阿公阿婆的關係是怎樣 因為你要面對的事情 已經開始不同了 朋友多了 想法多了 你的感情生活又多了 就是你都要想很多事情 那我們當然不阻礙你去想 但是你說一家人要聚 我覺得一定要的 那我覺得因為現在是疫情 如果不是疫情的話 基本上我當然想每個星期日 一家人喝茶 就是好像以前那樣 準備來到今天最深的話題 我們的自身 也是我今天拍這段影片 最想和你們討論的一件事 我自己這個年紀 其實是 應該是最迷失的 當你18歲的時候 就已經對這個世界 有初步的世界觀 到22年開始 經常會想一些很抽象的問題 不知道你們以前有沒有自己想過 會問一些問題 就是 究竟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世界上 我在這裡的原因是什麼 我為什麼是我呢 我是我媽媽的兒子 我是我姐姐的兒子 所以我是我 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自我認知的一個部分 就是為什麼我會想這件事 就是當我自己 對我自己的未來 要做什麼 我的使命是什麼 我相信一定是有人 在跟我經濟這件事 好像未夠清晰自己的位置 但我覺得沒有一個答案的 可能我們其實做這麼多事情 到最後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你剛剛說的狀況可能是 現在我們三餐溫飽 就是你很多事情都不用煩惱 相比上一代 以前爸爸媽媽那代 他們目標明確的就是 我們沒有錢 我們就要做事一路賺錢 沒有錢開飯的 那我們就要做事 養小朋友 目標很清晰就是這樣 但現在我們不同 我們全部都 生活上是足夠的 你說的我們這一代的人 對比上一代 是相對幸福了 大部分 對於擁有的東西 同時多了很多選擇 所以你就很容易會在一個困惑 不知道自己 究竟要做什麼的想法 有很大的壓力給自己 在這個年代 你休息一休息 停一休息 想一想 你這個年齡 都交了功課了 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位置 休息一休息呢 對觀眾來說 一路有這麼多年陪著你 一路看著你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 哇你已經超了班 觀眾是一個 捉住我的一條救命性 我覺得是 在自己最迷失的時候 一路支撐下去的原因 就是這班觀眾 是會接收我的事 通常這些位置 是最容易倒閉的 因為你所謂的情勢不停 就是一個半腳性 而且是自己給自己的 對 為什麼我工作上停下來呢 因為我這十年裡面 我跑得太厲害了 我已經是有少少影響了身體了 將那些時間給自己 給自己的身體健康 真的休息了 我記得是兩年左右 我只是覺得自己健康到爆 我迎接下一個事情 你見到我現在可能 對每一件事 都已經跟之前已經不同了 我做的事情 想的事情 那你現在做的是什麼 坐在這裡 其實現在 等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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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準備中的事 也要在自己 一個最好的狀態 去迎接下一輪 所以現在他還在在準備 你要去做一個準備 才可以迎接下一個輪 是最緊要的事 那一來的時候便來 OK 其實他好像每隔一半月就會有這個狀況 是的 細鳳也有說 每隔一兩個月就會說很迷失 然後突然說我找到一個方向 然後又會突然說很迷失 然後突然回來 我完全想不到一個東西 哇 太好了 然後他就突然說我已經知道自己怎樣了 其實他應該想生自己一個人自己收拾 就是這樣 希望我們下次還有更多的話題 可以大家分享 一定有下一條影片又說我有方向 卷在迷失 他有方向人生就是這樣